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始终秉持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 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共识为遵循 不断增进互信 拓展合作 传承友好 共同倡导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引领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方高度重视两国元首外交 对于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交往 确保中国关系始终顺利稳定 向前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